一些事,一些情,一些好阴昂 从头再复刻 残存那种美 现在散到的路 从前似吹到人甜味 旧事物中即空气内 一呼一吸都有汗 床天有你 听有你 尽出于脑海 直播中即空气内 亦不及入怀 宁愿闭气 吸尽你 会变出能耐 勉强再思思沾满 自愿地变开学检 尽快适应着残忍的 低气囊 自欠缺勇气 不敢失去你 亦欠骨气冷 身心也逃离 从头再复刻 沉沉那死气 深满养花浪漫 沉迷在 听开人寻美 古事物中即空气内 一呼一吸都有汗 床天有你 听有你 尽出于脑海 直播中即空气内 亦不及入来 宁愿闭气 吸尽你 会变出能耐 实识都不意外 不忽不及不忐待 不要你 不要你 要听好努力 尽量挣酌也应该 每一片香也打开 不怕你 不怕你 不忽不忍悔 好听的一首歌 暂时还没有朋友跟你说叫什么名字 当然有 叫什么 呼吸又海 莫文慧 你不忽不忍悔 你不忍悔 我们的声音 李柯年来的歌手 零四有共鸣 我什么事 这朋友说我 知道 真的 首先 很感谢 之前 这两个星期 参加我们一些事 一些情 我们一个单身男女青棉 狠谈会的所有朋友 在这里对大家 对手可以来到参加 现场和我们认真真地打开心扉 说出你在婚姻的路程中的一些选择 以及整个向往婚姻的过程中 向往婚姻的过程中 可能曾经出现的波折等等 以及曾经尝试过不同的 找男朋友 找女朋友的方法 虽然有些不太成功 甚至乎我们有些朋友 和我们的现场工作人员 都一数冲场 说了自己以往的一些不开心的经历 好 无论如何 anyway 多谢 多谢 只能说三声多谢 多谢 对上这两个星期 来参加我们单身男女青年 愿谈会 各位朋友 多谢 多谢 多谢他们提供了这么多 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给我们 希望他们的经验和经历 可以通过你们的口述 可以帮助我们身边其他朋友 是 没错 你现在听的节目 叫做一些事一些情 逢星月日及星期日 今天星期六 因为我昨天去到上海 我总是觉得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 你当昨天是第一天 是的 我当昨天是第一天 好 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晚的九点半 都会有一些事一些情 出现的 当然 星期六和星期日晚 就在电台里面 大家打开全世界最好听的电台 九十七点四 珠光阱的电台 晚上九点半 就会听到我们 当然 在我们电台的直播同时 大家可以收听这个 月听APP 或者打开 Hugo的一些事一社情的微信视频号 都可以听到和看到 一起主持我们的节目 是的 当然 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 都可以关注 Hugo的一些事一社情 以及阿智的一些事一社情 我们都会在节目之前 发出我们的暗号微博 在上面 嘉义评论都可以主持节目 今天我已经在发 恭喜法材2 嗯 这么快 一夜就 秒速 光速 秒峰 真的 阿甲总 今天很空 夹夹你 夹夹你 很明显太空 这个朋友就说 交代一下你们两个 星期一为什么不见人 因为星期一 对上一星期一是公众假期 嗯 我们小师弟有这个痛风 让我们休息一下 对了 我们也是休息了一晚 接着就继续回去 放心 没错 后日又是星期一 星期一晚的九点半 大家打开我们 一些事一社情的微信小程序直播 以及higo.ju.ja.js 第一次看直播之前都是聽往期的 OK 歡迎你 歡迎你 通過我們hugo.sess 寫成這個視頻號 看我們這個節目的直播 現在看到鏡頭下面 其實都已經有朋友站在 至少有人站在 是不是朋友都不知道 但這個中數在這個位置留年的話 就算不是 我也當你是 應該就是了 你會說 救救我 現在我不知道應該做甚麼工作好 有社交障礙 不想亦害怕認識新的朋友 不想做回之前的工作 但除此之外 又沒有甚麼技能 失業差不多一個月了 每次都很迷惘 很矛盾 Hugo 你有甚麼新的辦法啟示我呢 那你是否想做事 我想當然是想 是的 如果你想做事的話 你有社交障礙症 因為做一些不用跟別人溝通的東西 是的 這個世界很多工作是不需要見到人的 就是需要埋頭苦幹 是的 沒錯 還有你看到人不用打招呼的 有些工作是 對呀 想想想這方面 這個思考範圍要收窄你 你試一下 我們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屬於這種工作 第一 我們不用見人的 因為我們是對著麥克風就行了 是的 可能是 你最適合你做的就是做電台 對著麥克風說話 是的 這個朋友說 這麼快就變成2.0版本 願意順敬 對 順意順敬 是的 這個朋友就問了 兩位低低 有甚麼辦法可以專門指示 這些吃軟飯的男生呢 喂 大佬 那你為甚麼要自別人呢 這是別人的業餘愛好 是的 你就是 你受得兩種選擇 對 一是給別人吃 一是不讓他吃 是的 那你不能給他 對 沒錯 你不喜歡就不讓他吃 對 那你又喜歡他 他又喜歡吃 那你又給他解救 這個沒辦法 一對冤家 這個BAN在微博說 太過份了 這麼多情侶在海豬橋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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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快點 倒一批 是 這個FAN 89年廣州土住 求脫單 順便求事業運 租公司PUA 一期之下離職 希望找到一份好的電商設計工作 好 如願以上 祝你 電商設計工作 這個FAN 這麼快速 難道我找不到一 2.0版本已經出現了 立即上線 沒錯 這個FAN 這個FAN 就說 衛福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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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停Fest 禮直播 謝謝你 謝謝你 據聞我們每次做節目的時候 衛福東路也有個書暴停 放得很大聲 用我們的節目來抗衡 四張為食肆的陰浪 是的 很厲害 謝謝你 這個FAN 在Hugo 寫一節程的視頻上說 燈牌一出 他們兩個 絕對在乎你 有燈牌嗎 是的 還未見到 我們 我們都分工合作 如果我讀電郵 或微博的時候 阿智負責看這個視頻號 沒錯 看著螢幕 但似乎我還未見到 阿智 我昨天 你不問我昨天有什麼遭遇的 你不問我 我實在忍不住 實在忍不住 你真是 你真是 我今天認識很多女兒 怎樣 不說 哈哈哈哈 是不是人 是不是人 話說 昨天 我早上午的飛機 飛了去上海 在上海 中午吃了一頓飯 那間上海灘 吃飯可以 上海灘 上海灘 其實是那間服裝店 有一個品牌 之前是香港的徐展堂先生 如果沒有記錯 創立了一個品牌 叫上海灘 後來好像賣給開雲 賣給Cucci 開雲 Cucci的母公司 沒錯 他在上海 我不知道在別的地方有沒有開 在上海外灘 開了一間上海灘 昨天宗祝吃 很好吃 好吃 名字很有興趣 首先是上海灘 沒錯 好吃的 那間樓其實有幾間好吃 在五樓 下面有新鳴記 新鳴記 是雜星嗎 隨便 其實我不是太關注星 不過很多人很蠢 很關注 又不能說人家蠢 不聰明 那間東西是好吃的 昨天晚上四圍遷了一下 關鍵是氣玉在哪裡 氣玉是昨天晚上 IWC有一個新品 飛行家系列 在上海開發泡戶 發泡戶 即是新標發泡 對 不知為何會聘請我 是嗎 你知不知我是很猶豫 到最後一刻 前晚我才決定去 為甚麼 因為我是沒有 一隻家裡 一隻IWC都沒有 都沒有 都沒有 就是他希望你有 可能 這麼簡單的道理 你問問我 你不用想太久 收與啟子 找來找去 隨便找一隻網上的LUC 你這隻長袖遮住他 真的染人耳目 帶一隻LUC去 完全是網上的 都很像 簡約設計 參加了IWC的發佈會 他這個發佈會很有趣 他這個發佈會 首先安排的酒店 就是半島酒店 入到房間 你嚇了一跳 因為你把床上 放了一件IWC的風褲 我又放了一隻錶 從此就有了 從此就有了 放了二維碼 到現場可以拿 因為它是飛人家系列 所以製造了一件 飛機外套 一件綠色的飛機外套 我又不配帽 然後 在外套上 坐在旁邊 就是Ray Ban的太陽眼鏡 飛機師眼鏡 然後那張邀請鹹 那張邀請鹹 那張邀請鹹 我拍了 發了上微博 去到 我跟你說多女 我不知道為何這麼多女生 喜歡IWC 對 對 但問題是 其實昨晚 我本來的計劃已經是這樣 即是去IWC 先擲個彎 我走 因為 我有個朋友 小顧 他在外灘 其實不是外灘的一線 在半島酒店後面的圓明圓路 圓明圓路上 開了一間 日本料理 嗯 嗯 對 打算打個轉去吃日本 沒錯 因為是新店 4月1日才開 本來4月1日有請我 我好像是假的 我相信你 下次朋友說 有朋友打招呼 在鏡頭下 應該會看到朋友 是不是分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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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清楚幾個朋友 暫時好像有兩個 兩個 三個 兩三個 你好 你好 然後 因為我朋友的內糧本 那間壽司店 在上海很出名 很出名 然後他又新開了 在圓明圓路上 新開了一間 叫做 內糧本一席 一席 一席 對 酒席的席 酒席的席 一席 上去後 他一共只有十 我以為只有一個位 這樣就不如買一隻錶 如果不是 不如買一隻錶 再數一下 一席 多一點 有東西拿回去 不是 一共十六席 十六位 一共十六席 分兩邊 一邊就是壽司 壽司巴 另一邊就是天婦羅巴 天婦羅 沒錯 分開兩邊 我昨天發了微博 拍照出來 只看著整個外灘 很厲害 很厲害 不知道是不是中國最美麗的日本料理 即是Viu 對了 這麼棒 一邊就想著外灘美景 那你真的在IWC轉了一回合 轉了一回合 拿了五六個微信 然後被女生脫下眼鏡 和脫下飛機 有沒有脫下什麼 哈哈哈哈哈哈 我也有底線 哈哈哈哈 我的底線就是 不可以不斃看著吃飯 哈哈哈哈 即是你擔心再多久一點 真的會脫下 對 很醜 原來不是每個人都有一件飛機外套 和那個 還有那個 Rae Berta眼鏡 我多後悔 我多後悔 沒有拍照 你知道嗎 我原本已經計劃好了 我發過微博 我沒有拍過那些 我原本計劃好是怎樣 拿回來 擺上這個 哈哈哈哈哈哈 擺上去水埋 全身的大哥 哈哈哈哈 你應該拿錶擺上去 喂 他們說的錶很過癮 怎麼過癮 你不知道 他還未開我離開 他還未開始 即是他不怕跌 他有一個緩震 例如你在手 人那麼高一點 我們說一點事也沒有 這樣 你知道那麼多 他不聘請你嗎 是啊 可能他太多 他不聘請 他不聘請毛絲 他幫你灌輸一下 還未來揭穿了 人家是不好的 很厲害 他的緩震系統很厲害 是嗎 是啊 原來昨晚 不是每個人都說 竟然生氣 和有那個 Rae Berta眼鏡鏡 所以人們就搶了你 是啊 然後有些女生說 很多網紅 我今次要搶了很多網紅 正如是兩個網紅的女生 可不可以借件衣服 明顯照 是嗎 這樣 我借到哪一件 然後又借了眼鏡 另外幾個 借眼鏡借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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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 你不好意思 昨晚吃完飯,一夜無話 而且喝了很多酒,老闆送酒給我喝了什麼 今早很舒服,終於可以睡個冷覺 因為我平時的作息時間是這樣的 我無論幾個小時睡都好,早上6時鬧鐘響 就起床,撿頭撿味,煮食,煮早餐 然後兒子送兒子上學 星期六,我不用6時,星期六鬧鐘是7時 7時起床,煮早餐 然後送兒子去鋼琴學 早上做鋼琴學,9時開播 今天終於可以睡一覺自然醒 加上昨晚的酒 多開心 終於6時多自然醒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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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去了... 黃暴江那邊 看著黃暴江人出 哈哈哈哈 接著我多不服氣 去廁所喝得尿之後 繼續睡上床 努力地睡上床 哈哈哈哈 大哥,不是吧 我跟自己說 我不是命金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朋友說 網紅應該跟朱誠劉華合影才對 是嗎? 是 要不然怎樣做網紅 是呀 有眼不識德華他們 哈哈哈哈 終於多吃虧 早知道我不去打個回合 大哥 哈哈哈哈哈哈 只有幾個水落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可憐 鏡頭下 應該是那批情侶 還在我們鏡頭下 聊天等等 是 我見到你了 剛才拿著手機 著了燈 跟我來打招呼 是,Hello Hello Hello 在這裏拍拖是否特別有感覺呢 是吧 所以我們要FRIEND 自然醒來看日出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很努力很努力 逼迫自己睡醒了 終於在床上爬來爬去 熬到八、九點 起床起床 殺了癌 殺了癌 自己也信服不了自己 繼續睡下去 但是今早也約了兩檔朋友 去吃早餐 以往我在上海吃早餐 我很喜歡吃中式的早餐 在我微博上也介紹過很多 例如黃魚麵等等 然後小籠包、小籠生煎 很多東西 介紹過很多 這次就是 因為朋友比較陽氣 哈哈哈哈 去一些洋人的地方 不是洋人 都是自己的地方 外國朋友比較多的地方 對呀 說起洋人 昨晚 我吃東西的時候 對呀 我朋友的這間店 他是吃奧媽卡斯的 阿媽卡斯的 阿媽卡斯 奧媽卡斯 奧媽卡斯 對呀 廚師就是廚師發辦的 當日吃什麼廚師幫你做 對呀 我隔壁就錯了一個洋人 對呀 他一個人 很有趣 他一個人來的 對呀 我聽他跟廚師和待客人說普通話 然後我就放心跟他搭訕 哈哈哈哈 以免交流 不留長 對呀 以免的英文不好 對呀 大家不能勾動 對呀 外國人一定是說英文 對呀 沒錯 我這個擔憂是合理的 對呀 因為聊天之下 原來是德國人 原來是霧尼克的 當然是跟他聊 昨晚長波 即是我昨晚跟他聊 前晚長波 對呀 當然了 輸了 拜仁輸了給大巴黎 是 那就輸了 我問你 你在上海多久 他說我在上海做了九年 之前 他問我哪裡 我說廣州 他說我很喜歡廣東 我說你為什麼 他說我之前在珠海做了九年 珠海有九年 上海有九年 沒錯 珠海做了九年 之後再來上海 我說你喜歡珠海多一點 上海多一點 當然是珠海 為什麼 為什麼 天氣沒有那麼冷 而且人比較好 你已經恭喜發財第幾版 三 按這個速度來計 你的衣服的生存時間 應該會比較長 是嗎 是嗎 因為一是秒山 二已經熬了二十多分鐘 對 我覺得三 這個時間會更加長 嘗嘗 他說他喜歡比較暖的地方 他之所以不在德國 而不在德國冷 他也覺得上海冷 而且說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他說他很喜歡泡 老闆送酒給我 我就跟他分享 很開心 即是針給他喝 針給他喝 大家一齊 不然自己點隊一瓶 你知道四十四日本酒 很大瓶 一短八聲 一大瓶 一大瓶 坐在這裏比你高 現在跟他分享 他很過癮 他說我很喜歡去酒吧 他很喜歡酒吧 他說我喜歡兩樣東西 一是吃東西 一是去酒吧喝東西 他說在廣東的酒吧 廣州、珠海、澳門的酒吧 你很容易隔壁的朋友 就會認識 然後大家一起玩 一起玩 好 他說上海這種情況很罕有 為什麼 他說上海的人很酷 大家就算打到桌子也好 很少像你一樣 跟他分享一下酒吧 所以他說我問你哪裏人 我覺得你不像上海人 簡直是為廣州人爭光的感覺 就是這樣 所以他都喜歡在廣東、淘 他說他有假期都是回珠海 他回珠海吃東西喝酒 然後他去澳門賭錢 那樣 洋人 說你富樓的生活作風一定要改 後來想 也不是 他的錢都被我們中國人賺回 也對 那就是跟他聊了一整晚 喝了一整晚 是 那是很慣的 人家賣單的時候很可愛 真的很壯觀 為什麼 因為昨天的奧米卡斯 一位是1988元 我這位外國朋友數了20張人民幣出來 當他賣自己的那份 鬼佬很少聘請人 我多久沒見過 我多久沒見過 那一刻我真的心無紛紛去了上海 是嗎 是 一毫子都沒有 真是 夠膽 膽大 要去上海灘 這個地方 真是心無紛紛 電子化很好 現在我登機牌 自己的小程序都辦好了 對 很方便 一去到 一把手機給我一嘟就可以了 非常方便 今早就去了一個很網紅的地方 食早餐 而且是 看來你也想擠身這個網紅行列 不是我擠身 因為我的朋友約我 我兩個朋友約我吃早餐 兩間店鋪之間 隔一百米 是嗎 叫在一起 又不懂 大家聊的事情又不一樣 所以算了 吃兩間 兩家茶禮 一間約了九點 另外一間約了十一點 多辛苦 午餐吃完就是brunch 北京時間二十二點 我是程朗 到時廣東經濟 枝江經濟台 我打個四 真的看他怎樣 不是 你這樣 你已經不需要打這個公喜發財 你就打個四 剛剛我這個推渣傳不善錯誤 又被人搞了 對 對 好 看你的公喜發財 四 可以撐多久 好 這個朋友在問我們 他就說 上星期在智叔留言 都沒有讀出 但是這個星期 還是收到這個提供 想買你們的紅酒慶祝 和家人一起喝 有什麼推薦 現在我們紅酒其實有很多推薦 想到家裡喝 我推薦 我推薦 哪一種 智利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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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老少咸義 試試一下 不是老少咸義 小朋友也不能喝酒 你有沒有去過安復路 沒有什麼印象 不知道有沒有去過 應該沒有太大印象 可能有沒有去過 其實《安復路》是有我留下的眼淚 是嗎 怎樣呢 怎樣呢 當年Sophia Sophia 你知道誰嗎 我知道 Sophia跟我說 家驊的大佬是導演 家俊 是 蔣家俊是導演 那裡有一個樓盤 不知道是否近上海戲劇學院 當時Sophia去看樓盤 然後跟我說 Hilgo 這個樓盤漂亮 這個樓盤漂亮 小小小的小區 適合你 我當時真的沒有想過 是 是啊 現在那條路完全不同 現在怎樣了 因為那條路一走出去 就是華山路 華山路 對 華山路 丁香別墅那邊 很漂亮的區 現在路邊全開了咖啡店 咖啡店 吃西式的早餐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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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網紅 我覺得 我們應該向網紅學習 真心真意 多勤力 九點鐘已經化行妝 拍照 是嗎 我報名在那裡認 有沒有昨晚拿我的衣服 原來是兩班人 那班昨晚沒有出動 吐了一萬歲 一早就出動 嚇到我 我後悔 你知道VIP哪會準時 你七點鐘出席活動 你是七點鐘到的 一般的品牌活動 大品牌活動 一般把帖子印著七點鐘 你八點半去就好 是嗎 所以 所以全場只有我一個 有Ray Ban太陽眼鏡 有IWC 飛機師封衣 結果很生氣 被人借了 其他VIP還未來 真是蠢 其實我應該倒轉 我先去吃東西 是啊 然後再回頭 是啊 是啊 可能更多網紅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可能就會每天早上六點幾便醒了 哈哈哈哈哈哈 是早上六點幾便睡了 哈哈哈哈哈哈 那就就是了 哈哈哈哈 多開心 哈哈哈哈 那你就不用這麼責怪自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ificial 哇 哇 昨晚很多失责 Даже基甫又沒有拍相 exam 再說去到水魚店 肯定再拍相 dancing 哈哈哈哈哈 一起itan 真是少了出來泡 經驗方面已經沒有那麼多 看來我應該出來玩玩玩玩玩 下次你真的可以去安復路 如果你是特別6時才睡覺 11、12時起床可以去安復路吃個brunch 我介紹一間叫做RAC 是在丁香花園入面的 RAC咖啡 接著我吃了兩間 另一間我忘記名字 因為比較長,RAC比較短 它不是在安復路上 在華山路上 RAC的大門走出來是過對馬路 然後轉個彎有過對馬路 其實兩間店舖的距離只有100米 100米 相當近 那間店是專門吃麵包 法國師傅來做麵包 很好吃 各種的食物 不是你理解的 不是發棍 不單是發棍 還有蘋果批 很多甜品 很多東西 然後這間餐廳是吃一些簡餐 即是兩間都可以嘗試 兩間都可以嘗試 好 好可愛 好可愛 因為你以往上海我全都會吃那些 我喜歡吃那些什麼黏飯 什麼生煎 黃魚麵 那些東西 是嗎 可以今次嘗試吧 網紅可能不喜歡吃那些 走去吃那些 看不到網紅 真的要多點醬 不過我真的很不明白 為何品牌活動 你去得多 為何全部都在上海 因為我跟IWC談過 即是廣州買好 還是上海買好 當然是廣州 是這樣的 道理上 其實這個問題我都問過 一般 當然要去幾個地點做的話 如果在華南可能是傾向於香港 或者深圳 所以廣州經常會被忽略 要去到華東 就去到上海 就是這樣選擇 如果全國做就只有上海 上海 有時會不驚 有時會不驚 對 我跟他談 為何 我問買那隻標 是哪個好賣 上海地區好賣 還是廣東地區好賣 他說當然是廣東 他說不要說這隻 就算是PP 都說廣東好賣 他說你沒有看抖音嗎 那些幾千買一隻 全球限量幾隻 那些全部都是廣東的 OK 但會動他就不搞在這裡 對 對 廣州連PP的店舖都沒有 對 就好像IWC請你的原因 可能 因為沒有 廣東那麼多人有 不用管 不用來了 不用來了 不做 都這麼OK 對 做我還在哪裡生產得及 好熱 坦能跟不上 香港人不要買 讓我走舉勞頓 就摸一件外套 不要太陽鏡 雖然我一般的女朋友 但也好 摸兩條水魚貨 雙低晚總 我有一個站光的女同事 說了她第一次相體的經歷 她本身有男朋友 異地感情屬於不溫不火那種 結婚的話 男朋友的條件 滿足不到她的要求 於是 所以去相體 由於男朋友去相體 其實 南方家招呼得非常周到 她當然又吃又拿 她和男子的父親都聊得很開心 臨走的時候 除了一封大利是之外 男方家裡還送了一隻活的牙盒 給她帶回去 白絲不得奇解 人家家裡可能是特產 你又沒想到白絲不得奇解 你送雞就比較好 你送牙盒的男生會想其他事情 男生送給女生 男生送了一隻牙盒給女生 對 很多事情在想 你怎麼送牙盒給我 對嗎 無論如何 我覺得這次相體 應該都 對方家裡應該很開心 對 給了大利是又送牙盒給你 對 而且送了一些生吵吵的東西 其實這件事是 互相很尊重的表現 對 意思是回去喝你湯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理解就是這樣 反正這件事 你考慮一下 雖然你有男朋友 但這邊相體得很開心 我們家裡喝你湯 行不行 這個解釋你收不收貨 這個朋友說 請親戚朋友吃飯 哪款紅酒推薦 請親戚朋友吃飯 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是 智利元素珍藏版的 葡萄酒 另外就是 如果是澳洲的 就是黑鯊魚 黑鯊魚 我都非常推薦 親戚朋友吃飯 本來單身狗 其實我也很喜歡這款酒 不過 就算是免費 親戚朋友吃飯 當然是一班親戚 對 萬一你真的未曾有女朋友 未曾有男朋友 親戚朋友 親戚朋友借題發揮 何必呢 求商得開金口保佑 我今天可以順利懷上一個男寶寶 因為我女兒已經催我 幫她生的弟弟 催了很久 她每天都說 別人有弟弟她沒有 催得很急 你們就加油了 沒錯 很少是小朋友壓力 真的 真厲害 好 這個朋友就說 這個朋友也贊同阿智里的說法 這麼好買 用什麼來廣州 這樣吧 好啦 好啦 其實本來我這次 我想去看看PP那個 八德菲利在上海買一間別墅 是嗎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有間這樣的東西 不單有店 還有別墅 還有別墅 多討厭 對嗎 說了什麼都沒有 不過有我就買不起 我爭取權利 怎麼做 看待會比較近 有空去看看 鼓勵一下自己 不過沒有去到 好 這個朋友就說 你上海有沒有見良原同學 你之前吃飯 你對面穿DEEP V黑色裙的模特兒 沒有見她 我知道她在上海 但我安排得比較滿 應該去了上海發展 對 因為上海發展也比較滿 不好意思 下次找她 雙低我來報喜 1月2日那一期 我發了一個問題給雙低 問雙低 一個女生 我幫她做完PPD之後 可以答應我一個要求 然後我就說我要約她 在她生日那一天 在她生日那一天 我們去了融創遊樂園 度過了開心的一天 一個星期之後 在太古倉 成功掀起了她的手 再次 多謝雙低的教導 還有求祝福 恭喜恭喜 祝福 兩個人開心 沒錯 這個朋友 Hilgo 馬上好 聽了十五年節目 第一次求開金口 祝我明天考試 順利通過通過通過 不讀都靈 多謝 買了你們的香水 索衣服 很好聞 超級喜歡 你喜歡就好 開心 最重要 這個朋友 今晚看來要破紀錄 趕快許願 發財脫單 順利收樓 他說我這個微博的法 最好的破紀錄 是 是 這個朋友說 你們說鴨 我第一次去老婆家見家長 我老婆也給了一隻鵝 給我 不過是煮好的 當時我們吃完飯 我帶一隻煮好的鵝 回家 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這樣你就不是吧 你這樣都幾分都算有幸運 你的理解能力這麼差 別人說你帶我回家 對嗎 對 帶我回家 對 帶我回家 是這個意思 而且是熟的 知不知道 至於熟的我是不會飛的 唉 你這樣都娶到他 真是 真是運氣氣你那邊 認識到你 我開心 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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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這樣都理解不了 好 好 這位朋友說 襄底 晚上好 小弟有事想問兩老和各位朋友 現在BB又起名 有點害怕 怎樣 現在BB起名 是不是一定要三個字起 是嗎 之前聽人說不要起兩個字的名字 怕重複 我就不太相信了 因為全家商量好的名字就是一個字 加上姓就是兩個字 喂 起名的東西太麻煩了 求解答 如果相低沒有讀出 有知道的朋友麻煩 也會回覆一下小弟 感激不盡 阿橙 這樣 我覺得 其實這件事兩個字 三個字 都沒什麼問題 關於自己喜歡 是不是 是嗎 你說 有時候你都很忌諱 重複的話 可能要起長一點才行 兩個字 道理上重複的機會是大很多的 李斯丹尼那些 哈哈哈哈 逆陽千骰 是的 那些的確 重複的機會是小的 不過就算重複又如何 對 重複又如何 因為你的名字可能 重複 人們在其他地方見過 見面 你又叫這個名字 我的同學也叫這個名字 你又叫梁媛 我的同學也叫梁媛 不過她是女孩子 她是女孩子 是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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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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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冷 我欺負了兩聲 就很給面子 對 然後你們就有話題 對不對 現在人和人之間 最重要是什麼 不是 在社會上做事 人和人之間 最重要是有話題 對不對 如果這個名字 可以令你們兩個 帶起話題話 是挺好的一件事 對不對 想想想吧 很開心 審覆又如何 對吧 是 這個朋友說 我和高三女班主任 談了大半個月 但一直都沒有很實質性的進展 每天都是我才發起話題 而她一般都是過半個小時 或者一個小時才回 然後就斷斷地談下去 她應該是忙掛 應該是高三班主任 她一直都在說她學校內的事情 而我的事情很少過問 有時候晚上一直都不回覆 每次叫她來 又可以正常地聊天 然後解答怎麼辦 兩個人不溫不火 主要是這個問題 但人家高三班主任 相信應該是忙很多 沒錯 這件事我絕對可以原諒 大哥 你現在是高三下學期 高三下學期 幾快就高考了 現在4月份 即是一個多月便會禮 對 所以這件事 我覺得你應該是體諒對方 對 過了一個多月 很快就有很多時間 跟你慢慢聊 沒錯 這個Faira雙低板上好 今天研究生上岸 湖南中醫藥大學 希望可以偶遇之前 上過新聞的那位方艙女生 希望 只要你有心去找 其實在中國找這個人不是太難 努力 這個Faira雙低板上好 祈求很快就聽到 浩南的好消息 成家立室 擁有自己的事業 多謝上帝 對 心想事成 沒錯 Hilgo 為何現在的男人都喜歡搞曖昧 明明有女朋友 還要兩球隱瞞 這邊一分手 就追搞曖昧的這個 你說這種男人 應不應該跟他在一起呢 其實每一個人對愛情的態度 都是他自己面對的方式 每一個人對愛情的態度都不同 他總是有他追女性的方式 我們可否說他錯呢 其實不可以 他沒有說一腳踏兩船 只不過有女朋友的時候 他見到一個心儀的對象 先跟他搞曖昧 然後跟女朋友分手 就立即追過曖昧對象 從這個角度來說 又不是很差 但問題是你有女朋友 那邊曖昧是一個 當然 曖昧這件事是很模糊的概念 何謂曖昧 你覺得你男朋友跟女生聊天 聊一句話 你覺得曖昧 但可能對方才是… 你公司怎能有女同事 可能對方是一個正常的 異性朋友之間的交流 這件事很難去定奪 關鍵是你對這個男生 我相信你是最了解他的 畢竟你是男女朋友 你說這些男生值不值得在一起 如果讓你這樣說 當然不值得 不應該跟他在一起 但事情是否你理解成這樣 這樣又另當別論 對嗎 雙我得是未必的 真的未必的 關鍵是你跟他相處 你自己舒不舒服 愈不愉快 其實今時今日 我最近因為這個 一些事一些情 我們要幫朋友 搞這個嚴肅分戀這個項目的問題 所以我都研究了很多很多的書 研究了很多的 關於這方面的 無論是心理學 還是社會學術 有朋友跟他打招呼 是 揮燈在橋上 是 應該是三個女生 應該是三個女生 是嗎 是 揮著兩個女生 另一個女生 中間有個男生穿著藍色衣服 好沒有風度 在女生之間穿梭而過 嗨 你們好 你們好 見到你們的打招呼 很多朋友都跟你打招呼 在Hugo的微信視頻上 可以聽到的節目同時 都可以跟我們在海珠橋上的朋友打招呼 你好 你好 已經有朋友 已經在分析 五千 這個武當保齡球 好像穿裙那個 可以一點 看得很細緻 露得大腿 可以一點 這麼膚淺 個個都可以 我們女朋友 絕對可以 Hugo 直至星期三 終於可以帶著七個月的孕肚 和老公 一起從多倫多 飛回廣州 可因為疫情嚴重 希望一切順利 健健康康 是 一切順利 放心 是順利順利 而且回來後 有機會 海珠橋上去見面 附著她寶寶 寶寶 要走一步 也要走一步 特別是孕後期 女生一定要多些運動 增加肌肉的力量 知不知道 年輕一點 真的 是 歡迎回歸 歡迎 歡迎 接下來星期三 開心 我剛剛講到哪裡 剛剛講到哪裡 說到我們幫朋友 沒錯 其實我看了很多關於社會學等心理學上的書 其實現在越來越清晰一件事 其實某種程度上自由戀愛就是耍流亡 因為如果你不是以婚姻為目的自由戀愛 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浪費大家的時間 我只是拍拖 其實這件事我自己是很不接受的 但我看了很多的學術著作都是這樣說 這件事令我開始不得不懷疑自己原來的想法是否正確 因為事實上我在微博上發了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的這本書上 都描述了婚姻是因為甚麼起源 為什麼 只不過是因為資產階級的形成 然後需要在財產分配上定一個比較明確的規矩 然後才產生一夫一妻制的婚姻關係 某種程度上 某種程度上 當這種關係形成之後 男生擁有了她的伴侶 即是女生的 壟斷了她的生育權 嗯 是嗎 是 你只能幫我生育 對 沒錯 你沒有權責為別人的生育 對不對 這件事是否很合理 你覺得不合理 那會不會是女生 都壟斷了男生的生育權 在這個 恩格斯的那個年代 那個資產階級 形成的這個年代裏面 其實真是我們的革命導師 真是革命導師 寫的東西很一針見血 因為當時財富也是集中在男性的手上 所以她是希望擁有一個某種程度上 是終生的私有化奴隸 幫她做事 OK 這種就是當時產生這個關係的一個原因 嗯 這樣 是的 所以才是這樣 是的 因為女性變成財產的一部份 嗯 但是隨著這個社會的發展 隨著這個社會的發展 無論如何 婚姻關係裏面 第一件事講的 在這本書裏面 大家有空去看 恩格斯的著作 《家庭私有制》 和《國家的起源》 這本書大家去見一下 其實婚姻關係更加像 兩個條件匹配的人在一起 而令到他們的婚姻生活 會比以往自己的單身生活更加有效率 嗯 是的 其實也有幾種原因速使 所以就有這個家庭的成立 是的 所以看這本書的同時 大家要結合資本論一起看 嗯 是的 厲害 聽起來很厲害 聽起來很厲害 聽起來真的很厲害 是的 真的 馬斯坦格斯的書 真是更多看 令人對現在 雖然是很久以前 百多年前的著作 但令到現在這個社會的看法 會有一個 可能又不可以說是一個 暫身的一個視覺 或者是會更加有理論基礎的視覺 我可能這樣說會更合理一些 OK 回頭再看一看的話 可能會更加理解這個社會的發展 是的 其實到了今時今日 大家都一樣 其實十幾年前 我都已經說過 婚姻和戀愛是不同的 婚姻是兩個家庭的資產重組 是 如果你結婚之後 你的生活質素降低了 你一定不會結婚 我們之前也有朋友 發電郵說過這個問題 我結婚後做甚麼 還令我的生活質素降低了 我一定不會結婚 但你要令到你結婚之後 你的生活質素 好像隱甲士說過 更加有效率 以及你的成本會更加低 然後你的生活質素 會更加高的時間上 其實唯一看的就是條件 嗯 雙方就是這個條件的撮合之下 可以因為條件而在一起 撮合成一起 是的 所以真的這件事 說來說去就講條件 其實又想回我們中國幾千年來 都在說這個門當戶退的關係 嗯 是的 門當戶退 正所謂的條件是否正確 所以我們曾經一度都覺得 這件事是很封建的 但事實上來說 真的你有時 在面對現實的時候 你又無力反抗 又無力反駁 無力反駁 沒有辦法 所以真的有時很唏噓 但是一定要相信 這個世界上有真愛 而且一定要相信 在地球上的某一個角落 一定會有一個人在等你 你一定要堅信這一點 是的 這個朋友說可惜 可惜這裏就是我們Hugo 這個視頻號上 是海珠橋 他說不是珠海橋 我是珠海 現在是珠海橋 就很辣 是的 其實很多橋都對我們 投懷送抱 我們希望有機會聯合我們的合作公司 中國聯通 在廣東的每一座橋上 可以走到人的橋上 都做一個鏡頭 然後我們一起聊天 嗯 剛剛那幾位小姐姐 跟我們打招呼之後 又離開了鏡頭 很難 是的 離開了 阿森很酸 離開你以後我會習慣自卑 這個朋友說 這麼早走的 什麼時候才天亮 不一定在海珠橋上等天亮 沒錯 而且我們節目也不是做天亮 是的 這個朋友說銀行不承認 我是我老公的財產 我們房子和車都寫我的名字 我老公什麼都沒有 只有我 但銀行認為他沒有資產 不批信用貸款給他 即是你自己說 我是我老公的財產 銀行都不承認 你做一個公證 首先我有財產 第二 我是我老公的財產 我是我老公的財產 所以即使我老公名下沒有任何資產 他都是有這些資產的全部擁有權 是的 他有我就等於有財產 可不可以這樣做一個公證 公證書收不收 唉 真是 今天提交了兩份報告 一份論文 審問人叫志哥 我不管 一定要過 審問人一定會幫你過 可不可以畢業 靠你了 希望讀出 一定會過的 放心 兩份報告 一份論文 是 這個朋友 我贊成偉人所說的 自由戀愛不是奔著結婚去的話 所謂的戀愛樂 單論所謂戀愛樂趣 你有趣得過一個人打遊戲 加煲劇 哈哈哈哈 跪接邊 北京時間二十二點三十分 我是子晴 寶石寶東經濟 朱江經濟台 是 手上拿著一封的E-mail 來自我們充滿感情的電子郵箱 loveq at loveq.cn 或者是 我們一些事一些情的微信訂閱號 在微信訂閱號中 關注之後 點進去 右下角再點進去的話 就會見到情感郵箱 親愛的Hugo和之叔 我是一個聽到五年的忠實錄播新低迷 五年了 都是聽錄播的 規矩我知道 Hugo英俊迷人 非常懂得和常人相處 即是說得好像我不太懂得和這個超人相處 你找李家庭先生來 哈哈哈哈 我一樣跟他聊天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 有點不開心 常人相處 非常懂得和常人相處 好 情商極高 簡直是我的人生導師 而阿智叔成熟穩重 能夠在異性的交往當中收放自如 正所謂萬花從中國片葉不沾身 哈哈哈哈 何必相識枕邊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有這句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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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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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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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真是我的戀愛寶典 其實我堅持聽節目 除了因為這個節目比較好笑 你們兩個笑聲比較魔性之外 還能夠學到很多做人的道理以外 還因為這個節目是一個女性化的節目 所以在這裡給女性寫信 所以在這裡寫信給女性應該是比較不錯的選擇 嗯 所以他寫了一封喵給女性 對了 聽了那麼久 我還是第一次黎訊 黎訊的原因是因為最近我和一個女生分了手 雖然心裡肯不是滋味 覺得我還有改變的空間 很多地方都未做好 還有機會挽留 但是理性告訴我 這段關係好像已經走到了死胡同 既然死前爛打不會有結果的結果 不如好好地大方感激他 感謝對方讓我成長 分手之後的感慨 感謝對方讓自己成長 其實是 我覺得對於我們所謂的成年人 18歲我們已經到達成年人的階段 其實有三個位置 真的可以令我們成長 第一個位置就是 第一個位置就是 你進入了社會或者進入了大學 你重新接觸了 可以說是開始接觸這個社會 如果你進入大學 你便開始初步接觸這個社會 因為你的同學都來自五湖四海 如果你直接 18歲已經工作了 這更加是很珍切地接觸這個社會 其實這件事可以令我們很快速成長 第二個就是戀愛 戀愛 我覺得戀愛是可以令我們很快速成長 第三件事就是 這個結婚 所以有時候 我以前都不明白 結婚是定性的 老人家經常這樣說 定甚麼性 對不對 結婚就結婚 就是這樣 只是一個靈靜的性伴侶 其實不是的 因為經營一段家庭 我相信沒有人想每天加重屋蔽 所以經營一段婚姻 其實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所以這件事可以令到一個人成長 沒錯 然後 以下我請Hugo 用最負慈性的聲線幫我讀出以下這封 飽含著我情緒的信件 希望可以演繹得到 劉小姐 我們相識於2020年的9月28日 我計算一下 我們已經認識了五個半月 不知道是否上天幫我開了個大玩笑 這五個月 我常變了一年裏面最開心和最傷心 我知道 我恨你 恨你不加珍惜 恨你半途而廢 但理性上我還是要感激你 感激你的出現 感激你曾經帶給我的感動 嗯 還記得我們剛剛相識的時候 我在微信上說 我的朋友圈 有個跟你一樣 都是用番茄表情名字的人 你給我的鼻注 你就半開玩笑地說 叫你 你就半開玩笑地說 那你叫我寶貝吧 不知道是機緣還是巧合 這個寶貝後來真的成為了我的寶貝 對 相信這個玩笑 多多一點都會暗示 會不會 一開始有這麼多牙子 對 真的你比較厲害 還記得聖誕節的假期 你來廣州找我 我記得你說過不喜歡我穿衣服 花梨胡潮 花梨花綠 所以我準備了一身素色的衣服 捧著精心設計的鮮花去摺機 然後我帶你吃片了我喜歡的美食 玩片了我最喜歡去的地方 這五天成為了我在2020年裡最開心的時光 我們倆整天黏在一起 想著吃什麼計劃著 然後去哪裡玩 晚上就雙湧入睡 活靈活現好像一對小夫妻 這番深刻的經歷 讓我開始對未來更加期待 離別後你說你面對落大空蕩蕩的房間 哭了 其實我都沒有忍住 可惜最動人的時光未必天荒地老 當然我知道 隨著距離的拉近發展過程 不會一帆風順的 後來我們住在一起 我們會因為雞毛蒜皮的事情而有矛盾 我記得你說過你喜歡我的脾氣好 所以我一直注意控制自己的脾氣 調節自己的心態 用最大的內心去面對你 也努力結交新朋友專注工作 這樣就能減少和你計較的小問題 我一直在調整 我需要時間 但是我還是調整得太慢 我們終於分手了 有個甜蜜 當然肯定有個爭吵 最後一份仇 阿智在這裡我有個疑問 一個人如果是脾氣不好的話 其實是否需要假裝自己很脾氣呢 很難假裝脾氣 我想雙方不管哪個脾氣不好 我想雙方一開始都會假裝的 假裝一假裝 實在是假裝不下去 最後才會爆發 即是你說脾氣 本來是一個很脾氣的人 其實你不需要假裝 但是我覺得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事情你控制不了 譬如說彩票的開獎結果 以及你自己 你已經舉了這個例子 你曾經企圖 想控制他 以及脾氣的控制 一定控制不了 如果控制得到 還怎會叫做有脾氣 我發現另一個問題 你掌聲的時候很清晰 那天星期五 我們中午 失敬無神 搞了一個視頻聊天室 抖音聊天室 抖音聊天室 你說話很遠 掌聲聲很接近 是嗎 是呀 掌聲可能衝擊力比較強 你可能發聲部位 你以後用掌聲的發聲部位來發音 還沒說話 用掌聲的掌聲 調轉兩個位 如果我控制得那麼自如就好了 很難控制 好像彩票結果一樣 太難控制了 真的 你經常問我 到底為什麼會跟你在一起 我每次都回答 因為我喜歡你的可愛 你真的很可愛 你會在睡覺前看天花板 真的可愛 寧願看天花板也不看你 那你睡覺前 一般都是養著面睡的 那當然是天花板 當然可以閉上眼 看大眼睡覺 張飛 很可愛 拍拖的時候 什麼都可愛 你擦腳枝 也很可愛 是不是 一對千千玉手 身上的腳枝 不停擦 不停擦 好 好吧 眼望天花板 對 你會睡覺前 雙眼看著天花板 說出你心裏 奇奇怪怪的想法 即使此時的我已經進入夢鄉 那你也知道 你做夢而已 即是說說說睡著了 是 你會在醫院裡面 睡在我懷裡 合成大西瓜 而不顧 這裡是不是公眾地方 你會在半夜 發現我睡在一邊 就拉著我手抱著你睡 說老實 女生的身體 真的太軟了 太柔軟了 但是抱在一起睡 也太熱了 你開冷氣了 那些電費都節省了 真的 好吧 一天一元幾套 一萬一元幾套電費 很熱 一度電吧 對 很多東西空調 這樣吧 你也很任性 喜歡鬥氣 每次都任由自己 任由自己說一些 令我很難過的說話 做出一些令我很狡狂的事情 讓事態繼續升級 這個就是你 心情好 就能夠圍著我轉 心情不好 就將我擲在一邊 心裏面憧憬著 單純無瑕的愛情 但又被現實左右得 猶如不前 我想正常的普通人也是這樣 心裏面對我當然很憧憬 但其實生活 真的有很多東西阻礙 亦是正常的生活狀態 我相信 這位朋友在視頻上說 喜歡起床 放屁也覺得他可愛 越來越 這樣吧 經常滿心期待 做好計劃 一鼓作氣 但堅持幾天 又明金收兵 這個就是你了 即使是這樣 我還是照單全收 在我眼裡 你知道自己的缺點 你一定會進步 你一定會按照自己的節奏完善 自己改變自己 讓自己變得更好 我一直都相信你 我經常會責備你 說你沒有進入戀愛狀態 沒有立定決心 和我在一起 徘徊在我們感情的大門之外 嚴不理 早已在愛情房間裡 患得患失的我的心情 你這樣說 我覺得又不太對 女生都肯和你睡在一起 對不對 雖然有點熱 而且你晚上睡覺 睡遠一點 人家都會抓你的手 抱著她 對不對 這樣怎麼回復在大門之外 是啊 你這樣想 我覺得你的想法 其實有多少有點不對 反而我覺得不是她不投入 是你經常施疑她不投入 明白了嗎 因為剛才講述 生活中總是有很多這樣的問題 我相信這些問題 每個人對情侶身上都會發生 其實不應該成為你們之間的阻礙 是的 所以這件事是 你經常覺得她不投入 其實並非對方不投入 你不要懷疑那麼多 對不對 你一懷疑 你就不相信她 一旦不相信她 其實愛情就缺乏了一個基礎 其實我都知道 我很多事情還未做好 我沒有做更多的事情 給你安全感 讓你相信和我一起正確 別人有沒有相信也好 都和你在一起 我覺得你這樣說 分手之後 我知道你很難受 每個人分手都難受 無論有道理還是沒有道理 被分手還是主動提出分手的人 其實分手之後 只要你真正愛過 你一定不會開心 但是 其實現在我們重新 來復盤這段愛情 其實某種程度上 我覺得 可能你反而在裡面 充當了一個比較嬌情的角色 因為可能總會出現一些問題 有問題是想這件事 反而想得更多的是你 是的 在壓力大的時候 我沒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緒 我沒有在你需要依賴我的時候 很堅定地站在你身後 都怪我 我都沒有進入戀愛的狀態 原來你自己都知道的 反醒過的人都知道 原來我的朋友都知道的 都是聰明仔 都怪我 亦沒有進入戀愛的狀態 沒有讓你想得更高一層 和你算計一分一毫的得失 現在的我終於明白了一切 終於知道你所想要的是什麼 可惜一切已經太遲 得出的結論 我亦只能在下一段感情中 好好改正 所以我覺得很多女生 經常介意男朋友 拍拖次數比較多 其實我都不需要介意 其實是之前的女生 不斷跟你訓練你的男朋友 你看看我的粉絲寫什麼 你就知道 在成長中 下一段的戀情 一定會做得更好 沒錯 已經前女友 為你培訓出一個優秀的男朋友 所以你不要介意她之前 拍過多少次拖 反之男生都是這樣的 資料是嗎 一定 沒錯 所以拍拖越多個女生 應該是值得珍惜 對嗎 道理上是吧 你很討厭 你不可以這樣 註明雙邊 我很懷念那個 你不捨得我去上班 一次又一次 要我再抱你一次的清晨 很懷念那個 兩個衣揮一起吃零食 看恐怖片的下午 懷念那個 你窩在我懷抱裡 探天雪地的晚上 懷念那個 走在廣州街頭 你牽著我的手 告解我 你有很多缺點 問我 是不是真的想要跟你在一起的凌晨 Hugo說過 一段感情能夠帶給你的 除了賀爾蒙帶來的如月 那就是在未來的某一日回憶起來 還會有很溫馨的回憶 還會有感到溫馨的回憶 對不對 我曾經這樣說過 好吧 好呀 這麼有知你的話 我相信也不是別人說的 哈哈哈哈 承認了他 承認了他 有時自己說過 我忘記了 不好意思 如果你一定要在 我為什麼要堅持跟你在一起的問題上 找一個答案 我想大概就是因為 那些珍貴的回憶 我想守護著他們 我希望不止活在過去 我想他們能夠融入 我的生命裡的每一刻 出現在我生活裡的每一天 我很享受這個過程 另外每天早上都有一天的憧憬 知道我努力工作 積極生活是為了什麼 雖然我們只有短短數月的經歷 但亦已足夠讓我在日後的日子裡 勢著回眉 成人的戀愛 來得快去得快 價值觀的差異 使我們靠近時滿身傷痕 但亦讓我知道 下次遇見類似的問題的時候 應該用更包容的心態去看待 去分析 去接受 感謝你的出現 讓我對未來的幻想 有了前進的力量 有了一個人離家打拼的勇氣 跟你在一起 我和花店老闆討論了兩天 只為了紮出一束有寓意且好看的花 花一周的時間 策劃郵寄 就是為了讓你能夠 沒有煩惱地在廣州度假 更多地為你著想 讓我感到責任的壓力 感謝你 讓我又長大了一些 讓我更加知道長大的意義 感謝你曾經如此 喜歡我 渴望了解我 細微觀察我的情緒變化 體貼照顧我 多謝你 真的是一篇 好像在這個階段的戀愛當中 一個類似的畢業論文 是的 成長中的經歷 我覺得抱著一個感恩的心態 去面對過往一段戀情 無論戀情的結束 有多不開心也好 但有這種心態 已經是一種很值得回味的成長 好 最後 有朋友留言 就像你的朋友說 好好放下 期待下一個更美好 是的 我相信聽到 風喵的朋友 很多都會祝福他 是的 成長不錯 是的 好 祝福祝願你早日可以遇到那個你喜歡 並且能夠毫無顧慮投入戀愛的人 祝願你可以早日出人頭地 活得光彩 活得開心 祝願你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誰值把握先生 嗯嗯 這個朋友 接著未死完 意猶未盡 還有一小段 這幾個月我真的感覺自己成長不少 我學會了獨自生活 自己料理自己的喜居 離開生活二十幾年的家鄉 一個人生活在沒有家人 和沒有朋友的城市裏面 真是有點不習慣 失戀的情緒 加上工作 租房的壓力 令我經常偏頭痛 幸運的是 我還未換過來 我就開始交到很多朋友 讓生活慢慢填 讓生活 用生活慢慢填充 空虛的心靈 一個人的時候 我就聽一些事一些情的回訪 漸漸地我習慣了一個人的獨處 習慣了孤獨 Hugo說得沒錯 有機會 年輕人有機會去外省讀書 真是一個很好的鍛鍊的機會 我能夠深深地體會成長的感覺 好了 嬌情的事就不說了 感謝可以讀出這封郵件 祝雙低節目持續紅包 雙城大賣 祝各位低迷早日遇上真愛 經歷過成長的你 一定會遇到下一段的戀情 會更加美好 祝福你 祝福祝福 我相信很多朋友 在我們評論上都在祝福這位朋友 下一段會更好的 墨魚章說 終於記得來留言 想說你們的春節禮盒很好味 得到了我爸爸媽媽的稱讚 另外希望相低保佑 我可以認識到隔離部門的一個男生 注意了他很久了 一直都沒有機會認識 當然你就馬上 因為你注意的同事 我曾經看過一本書 是誰寫的呢 是誰寫的呢 我忘記了 其實是一個犯罪心理學分析的書 當一個人 其實是一個罪犯 總結出來的 譬如說 他準備打劫戒款車 當他留意戒款車的時候 他都知道 同時有幾雙眼睛都在留意 看誰出手快 這麼恐怖 所以一個罪犯 那個就是被捉拿歸案 搶劫戒款車的罪犯 其實他說 他鬥的 他除了是戒款車的保安 警方的反應系統之外 還要被同時看中這部戒款車的 其他責人鬥法 由此類推 他注意了這個男生很久 可能很多女生都在注意這個男生 我當時看這本書的時候 我第一個畫面就是這件事 所以我今天突然之間 我一看到這句話 我立刻有反應 我第一個畫面就是 當你喜歡一個女生的時候 其實也有很多雙眼睛開始留意他 你覺得這個心理學分析 是不是對的 除了要把自己變成一個他喜歡的人 要跟自己和他做這個鬥快的時候 你還要跟其他人鬥快 所以真的要先下手為強 對 為何要先下手為強 這句話 一定是梁山伯的人發明的 不是梁山伯 梁山伯 梁山伯的人發明的 你看得對 即是山下的過客的時候 對 很多人都在看著 對 你以為只有你幫人看得對這個生神光 你沒有在這個黃麗光上搶 遲些 紫泥光上面被人搶了 是 至少一個馬上請問 和男朋友拍拖 差不多兩年 最近分手了 因為我想結婚 但是他要自由 過程當中 明明一直都對我很好 他說剛開始是想結婚的 後來發現結婚要負擔太多的事 我不懂得兩個人愛得心 牽手有勇氣 卻進入不到未來 是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本人大寧女青年 之前都談過幾次 已經深淡了 希望兩人指點迷津 男生都分手了 男生覺得他還沒做好結婚的思想準備 覺得壓力尤其是大 對 但是女生大寧 就打算急 所以就找錯對象 其實這件事就是我所說的 這個婚姻裏面 如果你真的兩個想結婚的話 其實首先要條件匹配 其實某種程度上 條件匹配 除了我們指的物質條件外 其實心理條件的匹配都很重要 嗯 嗯 其實之前未婚男女青年 肯談會上 其實有些女生也有這樣的問題 是的 自己急 對方覺得太急的話 接受不了 是 白暴法不一致 嗯 好 這個朋友 原來我們今晚又學到東西 怎樣 他問 邱哥 馬上好 你剛才說的 雙體送鴨那個 是有寓意的 是 我就是越西 我們那邊雙體第一次見面 要吃鴨肉 就不可以吃雞肉 因為雞爪 如果捉到榨泥是會散的 因為雞爪是爪的 即是他捉不住榨泥 是 他在地上一爪一爪一爪 是散了 是這樣的 予以兩個人的關係 會散 所以不可以吃的 而鴨掌是滿的 即是有撲的 連在一起的 十指拉 是幫助游泳的 予以兩個人 予以拉近兩個人的關係 即是兩個手指都連在一起 哦 是這樣的意思 當你說鴨帶回家任你宰割 當然 你說說 將鴨帶回家任你宰割 都是有道理的 為你越西越傳統 增添上現代的一筆 志馬常說 我喜歡了很久的女神 最近分手了 希望不久的將來 我可以跟她在一起 求雙低 開金口祝福 終於迎來曙光了 是 好 你先下手為強 趕快行動起來了 是 是 後下手倒楊 你又說 中國前女友明天的教師考證 不是順利 嗯 OK 即是依然祝福對方 是 而且還幫助人記得 是 昨天才分手 哈哈 明天考教師證 是吧 對 五日星人 手下考教師證的朋友加油 沒錯 大家加油 這個朋友說 相當晚上好 最近三天一次直班 將外人直傻了 心情和狀態都很差 每當晚上沒有辦法睡覺的時候 我就想 是否應該放棄醫學這條路 真的很累 嗯 讀醫 的確是 還有 直夜班 哦 可能本身 其實你是醫生 你也學醫 其實是否有些人 天生不可以 日夜顛倒 是吧 嗯 特別一點 年輕人醫生 你半夜三更 就像你喝醉酒去看急診 什麼時候會看到主任在這裡 全部都是年輕人在這裡 我喝醉酒去看急診 什麼時候試過 你這個人 我試過 你厲害一點 你這樣也沒試過 這麼差勁 我差勁一點 真的 不是說自己 我這些人 下頭著著 好人兩個字 跟我一起喝酒 喝醉酒 那些不省人士送去醫院 那些我試過幾次 你也不是的 你也不是的 不顧而去的 不顧而去 通常那時在長堤 最近送去公園醫院 公園醫院 就是中南山那間 呼吸醫院 急診那裡 對面街 前面有個石像 對 然後中鎮圖 那個不是中鎮圖 海珠橋那個才是中鎮圖 前面那是工人索廠 工人醫院 很慣 送去急診室之後 接著就去聖記 開張桌等 等 接著有時候等一等 這裏又最多一個 又送了一個 季節變 易感冒 黑 快準備 清開靈